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面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几课我们继续微信公众号开发里面的一些接口 那么这几课涉及到的主题是菜单管理的接口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菜单管理接口的限制 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它有什么限制 然后这是哪些参数 那么第二点是参数它的参数示意 那么第三点就是普通菜单管理接口的增加删除和查询 那么最后一点是菜单 对于特殊菜单就是在用户点击的时候 它发生的自定义事件 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虽然本节课程是菜单管理接口的开发 但是本节课程不涉及到没有具体的代码编写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微信的测试号和它的这个接口在线调试工具来完成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实际演示的阶段 首先呢我们需要登录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然后打开这个开发者文档 然后点开这个自定义菜单的内容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自定义菜单下面分为这么几项 一个是创建查询删除还有自定义事件 然后个性化菜单 然后获取自定义菜单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自定义菜单 它出现的这个原因就是说 它能够帮助这个公众号丰富界面 那比如说这样一个界面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下面 就这个就是之前为什么说 就是基于微信做开发 那么你甚至不用做你的native app 把你的所有的功能做到微信里面 那么这个对于通用的native app里面的 这个底部的工具栏 那么就是微信的这个自定义菜单 那么可以让用户更好的理解 这个公众号的功能 那么开启了自定义菜单之后 公众号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一级菜单 那么这个地方是二级菜单 那么菜单有一些什么限制呢 也就是说它这说的几点注意 那么自定义菜单里面 最多包含三个一级菜单 那么就是放在底栏的是三个一级菜单 然后每个一级菜单最多包含五个二级菜单 那么一级菜单 每一个菜单项最多有四个字 那么二级菜单最多有七个字 那么多出来的部分用户是会看不到的 因为就会用省略号了 那么创建自定义菜单之后 菜单的刷刷性策略 就是说用户进入微信公众号绘画页 那么它会有一个五分钟的缓存 那么实际测试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让这个菜单的修改 马上生效 可能需要关注 关注就取消关注公众账号 然后再次关注就能看到菜单更新之后的效果 那么自定义菜单的话 可以实现多种类型的按钮 那么这种类型的按钮 有下面几种 比如说是点击 然后查看一个网页 然后扫码推事件 然后扫码推事件并且谈出消息接收中 那么因为这个本门课程的篇幅有限的 我们这里面主要会专注前两个事件 那么后面这个事件 大家在实际做的时候 根据业务需要去研究一下文档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用它的在线调试接口 来调试它的 就是为我们的测试账号 在我们的测试账号测试 菜单的增加删除查询等接口 我们打开测试账号 然后同时打开这个在线接口的调试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做 因为这里面所有的接口的请求都需要带这个access token 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获取一个access token 那么获取access token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appid和测试账号的appid和appsecret粘贴过来 好那么可以看到它请求成功了 那么请求成功之后 这个sass token我们需要把它保存到本地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请求其他的接口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sass token粘进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在这个接口类型里面选择自定义菜单的类型 然后先查询这个接口 那么查询接口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sass token接进来 那么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配置过这个菜单 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调这个 可以看到请求的地址是这样一个 那么通过这个在线接口的调试工具 你能看到完整的请求地址 那么access token就只需要一个参数就是access token 然后呢 它返回的是200 但是error code是46003 那么错误消息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菜单不存在 那么是因为我们从从来都没有创建过 好那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一下 创建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在线调试工具 它会把我们上一次填的sass token 自动的填到这个sass token这个类 那我们创建接口 创建接口的是需要传什么参数呢 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下面有一个示例 我们直接把这个接上body 就接上的数据直接粘过来 好我们再创建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创建的时候 这个接口的地址变成menu create 然后它返回的是error message 是ok 好 那么创建完自立菜单之后 我们使用这个手机 打开微信 然后可以看来检查 就是直接打开我们的订阅号 好 那么我们打开订阅号里面的这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接口测试号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 左下角 就是跟微信这个应用的左下角 出现了一个菜单 那么就是一个菜单的那个 下面有一个小三角 就是在发送语音的左边 那么点开之后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内容 什么今日歌曲 这是一个button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有子菜单 那么今日歌曲是没有子菜单 那么还有一个有子菜单的 这个东西叫菜单 那么下面有三项 一个是搜索 一个是视频 一个是赞一下我们 那我们 这个 接下来就是 在云主机上打开我们的这个 pm2的log 那我们直接点今日歌曲 那么可以看到 就是用户在这个菜单上的所有的操作 都会这个 发送给 就给我们的这个 就相当于这是菜单试点 都会推送给 就是菜单内的消息 都会推送给我们这个 服务单的后台 那么我点菜单 然后点搜索 那么可以看到 好 那么它掉了 跑到了一个搜索页 那么再点一个视频 那么再点一个赞 那么它都是发送的消息 那么这个就是 刚才简单演示了一下 你如何在这个 通过这个在线调试接口 然后给你的应用创建菜单 然后呢 通过这个菜单 跟你的这个后台 做一些 就是通过这个菜单 做一些交互 然后这些交互呢 会通过这个微信的APP 给你的这个服务端 后台发送一些 简单的消息 那么 刚才演示了 这个菜单的查询 和创建 那么对于菜单的 删除接口呢 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直接删除之后 再进我们的这个 微信公众账号 那么因为它有缓存 那么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要 测试这个最新的这个 参数 你需要这个 先取消关注这个 公众账号 然后重新关注 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这个 取消关注和重新关注 在这里面就不做 实际的演示了 那么本节课程 最后一点呢 就说如果你要测试 这个完整的 完整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菜单项里面的按钮 类型 就是它能支持的这个 东西 那么你直接把下面这一段 下面这一段 粘过来 那我们重新创建 我们的菜单 一般就是说 重建菜单的时候 一般是先删除掉 然后重新创建 好 那么重新创建菜单之后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它这个响应是否正常 那么因为这个屏幕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忽略的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这个 发送的这个 响应体里面 那么直接发送过去的菜单项 Button有几个呢 下面有 12345个 那么这个其实是超过了 这个微信公众屏 公众号里面 这个一级菜单的各数的限制 那么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响应是失败的 那么它是40016 那么应用validButtonSize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里的内容删一个 好 那么删一个之后再重新创建 那么还是无效 我们再需要再检查一下 那我们再删一个 那么现在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 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微信 然后在订阅号里面 打开接口测试号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 新的菜单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用户其实可以给这个 我们的公众账号的后台 发他当前的这个位置 好 那么关于这个 菜单管理这个借口的一些调试 还有它的这个创建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呢 那么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最后有一点这个叫自定义事件 那么自定义事件呢 在这个在这里面我们只做介绍 那么自定义事件主要是指这个 你这种特殊的菜单箱 那比如说是你点了之后 要发送位置的 这属于自定义事件 那么还有这个扫码的 扫码代替式的 那么还有呢 发图片 比如说是系统拍照发图 比如说是 好 那么拍照发图 那么还有什么相册发图 这些这些都属于自定义的事件 那么对于这些事件 它的这个消息体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你该怎么去响应它 那么这个大家 实际做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文档 那么就可以了 那么关于菜单的内容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菜单接口的内容 在实际 就是实战中 那么对于简单的这个应用来说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这个用就是在你的后台 就是发起请求来创建 那么对于那种复杂的 比如说企业级的应用 那么你可能需要做管在 管理后台里面 做这个菜单管理的内容 那么 嗯 这里面你就需要把你所有的自定义菜单 获取回来 然后呢 在你的这个后台界面上提供增山改查 然后在保存的时候重新推送到这个微信 微信的服务器上 好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那么下几课再见